如果在台中是有五個嫌犯 他們在日空一十年 九個月 現在是在台中沖水 剛正破中油的公算 淘汰油 如果這些人之前已經恐怕 十九個月 近兩年 二九個月 不定的有機途徑 最近民宿破隔也出來了 其中有一個已經好看 如果其他的四人 現在要買中油一百塊一萬 本來是五個嫌犯 正中油的油槓 淘汰兩千粒的柴油 中油提起民宿平常 台中電影碰我一個人好看 春的四個要付中油一百塊一萬 被告等人利用工具 開鑿破壞原告埋設於台中市清水區 人行道地面下方的輸油管線 竊取柴油共約兩千公升 造成原告受油油料損失 油管毀損及為了修復油管 所受的這些損失 本來我先在離空2020年到月 我嫌犯知道中油跟工山台在哪裡 就要清水做一間延房 在中油的四條油槓落空 接工山把油淘汰都去延房 中油槓室發現後的報警提出告書 最近民宿破隔出來 如果行事的部分 進行就叫家人插土水破五個人 十個月到兩年 兩個月不定 專家分析說 這種落破油槓的行為 會有公安的問題 大量洩漏你也不是可以馬上去處理它 處理的時間可能就會拉得比較長 在處理的過程可能就會有一些危險性的增長 大量洩漏這時候碰到火油它就會炸 專家共調說 可是五歲以後油療有涉落 尊說沒有土地燒起來 也有可能污染到環境 讓各位民眾千萬不要這樣做 接下來中華報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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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